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联邦称雄于世的枪炮火器不过如此 举世无敌的改造人 在我乾明武学面前如同雏击 联邦人 你们看到了吗 我堂堂乾明于沉睡中被你等蛮衣小国占了便宜 如今他已渐行 定当一扫妖邪 重返世界之巅 云涛 你后悔吗 师父 是我错了 我会让帝国人民重新站起来的 你死赎罪吧 称号与解锁 诶 怎么就解锁了 称号 国魂 当前效果 你接受了一个民族宝教卫国的信念 你的所有防御类技能消耗降低九成 哇 好强的效果 这下没有顾虑的 谢总师 您果然是我乾明帝国的大英雄 谢总师 这是 这是我刚才使用的功法秘籍 方才你最先站出来 很不错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神权馆首席弟子 要将这天官守的功夫 传遍帝国舞者 让帝国人人如龙 这 我何得何能 接受如此重大的使命 你一定办得到的 快去吧 刚刚一阵让我又有所顿武 让我再次运功冥想一会儿 嗯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的 司令官 有实验室的来电 司令官 我们发现了 他竟然能运用不明能量 形成的防御力场 帝国武术果然自有其奥妙所在 哦 我请你们过来 不是研究帝国武术多么强的 看这里 在我们的电磁炮击中他时 他周身的防护能量数值 猛然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 只要相同的攻击再来四次 五次 五次一定能击溃他的防御力场 各部门传订下去 卫教这个蟹炎 是 要是HAPPGO 就再判蟹炎 吃人亦是我练帮的幸福计划 必须尽快站住 报告长官 一营二营全体士兵 以及戒完毕 嗯 相信你们已经接受到了 救灭蟹炎的命令了 下面调配了四个雷亭机 盖造人果 可我们一起围剿蟹炎 你们不能松懈 要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完成任务 大家快 啊 啊 啊 怎么回事 是蟹炎 哼 丁伦联邦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蟹炎 你这是自学思路 失机 重重给我失机 干掉他 看来英伦联邦的朋友们 很热情 这么大的场面 怎么能没有BGM呢 啊 啊 啊 雷亭机改造人的 到了没有 来了 雷亭改造人来了 所有雷亭改造人 听我命令 妙准行业 开炮 干掉他了 不 不对 怪物啊 怪物啊 啊 不可能 你们上 都给我上 杀了他 杀了他 烂住他 烂住他 出动Tank 看 血液 这里可是练帮基地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 与军队抗痕 是吗 嘿嘿 天气来了 灭死定了 好 哎呦 好像不怎么结实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脚下的不是什么联邦基地 而是我乾明帝国的土地 给我记住 你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 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今天我要代表乾明帝国的万千子民 对你们说一句话 混出我们的土地 空军部 让所有轰炸机打载地狱火炸弹轻飞 目标是签名人血液 不要有任何疑虑 只要看见那个血液 直接偷他 扎死他 获得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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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不断地圆点收入 不枉我辛苦一场啊 任务要求是让联邦 不敢再进犯帝国 以联邦的国力 不把它打回石器石带 估计对帝国的寄予之心 永远都不会消失 这会是一场持久战啊 就让我来彻底斩断这条联邦 贪入帝国的触手 小兵杀得差不多了 只要干掉这里的司令官 第一步行动 就完美成功了 刚才审问了一下那个军官 他们的司令官 就藏在地下 空袭 地面上的火力不够 现在调来了飞机玩轰炸 在这个小世界 我还差个肉身扛导弹的成绩 就让我来试试 是你们联邦的炸弹 还是 我的拳头印 什么 这都还不炸啊 英伦联邦你们这导弹 还不会是假的吧 我说回前面的话 还真是货真价实的炸弹 竟然瞬间耗光了我的真气 好在涅槃池也可以回篮 不然这回 就玩脱了 竟然还没事 挑战 剩下的弓炸机 却不挑战 我一次性丢这么多 联邦为了杀我 连自己的基地都不要了 这种爆炸弓炸下 我根本来不及施展涅槃池 就会灰飞烟灭的 称号已解锁 称号 火魂 当前效果 你接受了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信念 你的所有防御类技能消耗降低九成 微能增加一倍 称号解锁 所有防御技能微能 增加一倍 这下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未能增强一倍的天官城 配合无限回篮回险的涅槃池 在这个小世界 我就是天下无敌 在地狱火炸弹的中心 连灰都不会剩下 这就是与我练帮作对的下场 不可能 它是魔鬼吗 什么害活着 不 我还没输 血液它再厉害 进入地下基地也需要时间 对 我打英伦联邦还没有输 这只是一时的撤退 只要能解释这个血液事实上发生了什么 马上就呢 好像英伦联邦的司令官 是藏在地下基地里呀 你准备好了吗 回来呀 还不够 你想要抓住那个司令官 还要进入更深的地下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魔怪 我 就是你的末日 成了 宿主本次任务完成 奖励两百元点 十秒后传送回主世界 请宿主做好准备 什么 任务完成了 还没把他挡回十七时代呢 宿主以一人之力摧毁联邦军事基地 即杀其最高司令官 于命名中扭转天地运输 令本界天道变化 从义武洋科转为洋武一科 从今往后 帝国武道将全面代替联邦科技 联邦再也不敢入侵帝国 由此 宿主本次任务完成 别别别让我走啊 我还没说够远点呢 我的手就在打印 我的可执军发展计划呀 不要啊 还真是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历 也不知道我回来之后 前明帝国会怎么样 梁敏能够带领前明复苏 重返世界绝颠吗 系统你也真是的 就不能让我在小世界多待一会儿 把联邦给灭掉吗 还能收割一大把韭菜 打开系统面板 让我看看这次的收获 竟然有六百多元点 这次收获还算不错呀 这是国魂的称号 这个竟然也带回来了 很好 很强大 我已经无敌了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 什么人竟敢偷袭本宗 可恶啊 夫君啊夫君 你这武功到底是怎么练的 一夜之间就天关守大城 现在揭露我四成功力的一掌 竟然还毫放不上 秦星辞这一击的威力 比联邦导弹还 不愧是主世界 四成功力 几乎就破掉了 国魂加持的破格天关守 这要是全力以赴 我估计立马就得扑进 娘子 你想干嘛 不干嘛 就是有些好奇 夫君最近变得有些深不可测了呢 秦星辞应该是真的好奇 毕竟我一夜之间 天关守大城太过令人震惊 不会真的下杀手 我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说到深不可测 娘子一出手就把我打飞了 我这点能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昼漫漫 快活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 怎么 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宗主的身边吗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大长老随时会对你动手 你还是不要在外面瞎晃悠了 乖乖跟在师父身边 最好形影不离 我不过是宗主坐下的一个奴仆罢了 哪能整天缠着她呀 娘子 你不会以为我真和宗主有什么关系 再吃醋吧 冤枉啊 我和宗主之间那是小葱半豆腐一清二白 唯有你才是我此生真爱 有嘴滑舌 你夫君现在的状况 只怕是有心无力吧 这小子最近越来越聪明 不再像以前那样好骗了 怎么会有心无力呢 妖女想炸我 但我是园主那样的呆子 秦心慈说得没错 我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抗衡大长老 宗主就是我最粗的大腿 现在我的园点很充足 可以给涅槃纸升级 还是先把宗主的伤彻底治好为妙 当前园点 六百六十六点二三三三三 当前等级二 好贵啊 花费了一百四十元点 才将涅槃纸升到三级 看描述 似乎也没多大变化呀 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宗主 要不再升一级 对不起 您的元点不足 无法升级 我还剩五百多元点呢 这都还不够啊 四级涅槃纸到底需要多少元点啊 嗯 对于是这三级的涅槃纸 能不能治好宗主 不过 不能这么急 小世界和主世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 对宗主而言 我才刚离开没多久 刚出来又回去说能治好它 也太夸张了吧 还是先缓个一两天 编个祖师婆婆托梦 让我升级的借口 再去找宗主办 手上这么多元点 还是要转化成实力才是王道 这就是摩擎宗负责看守藏经楼 在宗门里仅次于宗主 和四大长老的传宫长老吗 这外形 有些袖珍啊 嗯 见过长老 看来 宗主对你很重视啊 这是最高级别的修炼令牌 可以选择最珍贵的几门先天功法 这一百多本功法 就是宗门的珍藏了 从后天到先天 一应俱全 哇 只要是我能理解的功法 看一遍系统就能记录下来 这里这么多武功 转分了 乾坤大逆转 已记录完成 先记下来 桃花宝点 已记录完成 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 学了 小魔十八卷 已记录完成 难道不应该是掌吗 嗯 这可不无瑕 不过先接下来再说吧 神奇功法 天地 交正阴阳大乐福 这下我无敌了 有系统在手 不但可以将藏区楼的秘笔都拿入囊中 说不定还会有意外之戏 这文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 嘿嘿嘿嘿嘿 啊 这小家伙在想什么呢 笑成这个样子 这是魔情秘策 记录了魔情宗内所有功法的名称和简介 你赶紧选吧 哎 我不能亲手去翻阅那些点击吗 只看简介能了解的信息有限 没法找到合适自己的功法 以前是可以的 但自从四十八代宗主温婷云 用过目不忘的本领 偷偷将阁内的功法全部都记住了之后 就不行了 我看你这小娃娃不老实 不能给你犯错误的机会 你只能从这里选 嗯 好梦 真是老奸巨花 哎 还有那个什么 温婷云 得了便宜偷偷乐着不就行了吧 干嘛又到处宣扬 短了我们这些后辈的路啊 武功就要练最强的 既然有先天功法 我肯定不选后天的呀 刹女精乃魔门正典 练到深处 能在仙胎魔种间自由切换 而且还能让容颜不老 宗主应该就是修炼的这个 可惜只能女子修炼 与我无瓜呀 欢喜密法 也是女子才能修炼 既能走采多河道的路子 也能走外魔内圣的路子 秦心慈原本应该是后者 只是遇上了我 长得这么帅 我还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呢 温婷云 没想到这货竟然是历代宗主里唯一个男性 还自创了一门先天功法 花尖剑指 可以以手指发射剑气 弹指杀敌 这是我现在最缺的攻击性物学啊 修炼者 必须为玉树临风之绝世美男子 否则请不要自悟 这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功法呀 没毛病 就他了 哦 花尖剑指嘛 这既是一本提升内功修为的心法 也是伤人杀敌的指法和剑法 可谓是十门武功 一本搞定 不过 这武功入门有些麻烦 需要整日与家人为伴 直到自己的体内真气 蜕变为花尖真气 在指尖逼出仿如实质的剑芒 才算是入门啊 要与家人整日相伴 每日能见到宗主的时间有限 他是不用想了 咸相词 倒是可以 不过这个女人很危险 未必真的有多喜欢我 石烟尔对我恨之入骨 宗门内其他的妹子 也因为我得罪了大长老而避之不及 不要走 难道要去搭讪其他宗门的妹子 你今天的涅槃指 好像跟之前不大一样了 我的伤势在飞快地痊愈 真气充盈而已 我的伤势竟然完全好了 才过两天 你的涅槃指就进不到将我的伤彻底治好的程度 难不成 上次你是在宽我 玉姐姐你可冤枉我了 这几天晚上 祖师伯伯都给我托梦 我这涅槃指才又上了一层楼 你看我这黑眼圈 都几天没睡觉了 还好三级的涅槃指管用 不然就麻烦了 看样子 你倒是吃了不少苦头 姐姐今天心情好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励 玉姐姐 我对如何修炼这本武功完全没有头绪 还想要请你指点一番 哼 花间剑指吗 你果然选了这门武功 其实 有个地方 最适合你修炼这门武功 这就是三长老经营的酒楼 移情馆吗 先进去看看吧 不错嘛 果然是修行花间剑指的风水宝地 你便是解焉 你所求之事 宗主已发函告知于我了 不过小事一装 原本派几个下人去处理就可以了 只是我对你有几分好奇 所以特地召你前来一见 果然是个世间难见的绝世美男子啊 不惜骗过全宗门的人也要护住你 宗主这是春心萌动了 三长老开玩笑了 我有自知之明 虽然长得风神俊秀 龙张凤姿 但还没到能让宗主秦心的程度 听说他修炼的也是欢喜密发 看这样子呢 就知道他比秦心词强多了 真是好一个自知之明 我在宗门一贯保持中立 所以既不会偏袒大长老 也不会倒向宗主 想要待在移情馆也行 但需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宗主好像也说过 我对他有大勇 只是语言不详 等等 他修炼的是欢喜密发 而小英是无漏之体 还长得这么帅 他不会是想 叫了 你不要过来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醒醒 不要擅自猜测 我这一脉的弟子 修炼的是隶属于 欢喜密发的下级功法 无情绝 此宫的修炼方式 便是在欲望上的交锋 只要在这场交锋中胜出 在对方的心中种下情种 便能够快速地提升修为 你外有天人之貌 内藏无漏之体 是万中无一的极品 最合适不过 我还以为是什么条件呢 原来是这个 我答应了 你可知道 在这场交锋中 你一旦失败 被人种下情种 会是什么下场 我知道 被人种下情种 身心皆会沦为奴仆 对其言听计从 有求必应 你原来知道 那你还 在这种事上 我还从没输过呢 更何况 三刀老你这般角色清晨 弟子们也定是红粉佳人 能与佳人交锋 输了莫说是沦为情种了 死又何妨啊 好 难怪你会选择花间剑指 都出来吧 请公子赐教 请姐姐们 赐教 这 这这么多人 满楼妖女都出动了吗 不过这样也好 我的花间剑指 需要海量的红粉佳人之气 人越多越好 人逢喜事精神ott 醋醋黄花 这里当雪 接下来的几天 我便和这些姐姐妹妹们 一起进行着这场交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愧是有资格修炼花间剑纸的男人 那般挑逗都没有让他动心 越是难以攻克的男人 一旦攻克 所能种下的情种便越深 效果越好 这群妖女有点道行啊 选择走以情动人的路子 这要是中招 只怕真的会情根深重 难以自拔 可惜小爷上辈子见人无数 他们的手段对我无效 我要的是红粉家人之气啊 怎么剑纸进展还是这么缓慢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入门啊 据秘籍里记载 想要修炼花间剑纸 绝世美男只是敲门砖 要女子倾心相目 主动追随 才能产生适合修行的红粉之气 而我这些天却根本不是在作乐 更像是暗藏刀剑的比武切磋 他们的每一句情话都是鸣枪 每一丝爱意 则是暗箭 进度这么慢 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入门啊 我总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吧 光凭脸还不够啊 我得想个其他的法子 让妖女们动心才行 好脸 不行 我可以靠才华呀 我肚子里有那么多唐诗诵词呢 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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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妖女走的是财女路线 诗词歌赋样样净突 在她们面前很容易露相啊 此来想去 估计还是只能靠我这 能让她们逆天改名的涅槃指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三长老叫我来服侍谢公子 你还是算了吧 容颜平平无奇 连我们都搞不定谢公子 就凭你 简直是浪费时间 今晚是我们仪清馆和云语会馆联合举办的花魁传会 喜薇姐姐都要参加 所以三长老叫我来照顾谢公子 原来如此 妹妹 今天就你一人和谢公子独处较量 可要把握好机会啊 可要把握好机会啊 谢公子 今天由我来服侍你 这位姐姐挺面生啊 是与我初次相逢 快闪开 正好 可以就这么顺势撞进她的怀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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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没事吧 啊 我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习武之人还这么笨手笨脚的 可不多见了 我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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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哭了 啊 是谁欺负你了 啊 啊 我真的好想去参加今晚的游传会 但是我的姿色不佳 所以没有参加传会的资格 啊 啊 啊 连维依擅长的骨气也是将心过重 挺不过姐妹们的灵气 我关你容貌五官 不过是眉角内线缩了几寸 才导致容貌差了那么几分 更何况 你也不见得比她们差 啊 其实你最适合的 乃是经国英气 而非做此娇弱的小女儿姿态 而今的你 就如同一块因有瑕疵而蒙尘的宝玉 可惜 可叹 那我该怎么办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踢出你的瑕疵 扶去蒙在你身上的尘埃 不但能让你参加今晚的花船会 还可以艳压群芳 光彩盖过一切 每年遗情馆和云语会馆 都会联合江陵镇上的所有酒楼 举办着花船会 让各自的姑娘们乘花船 过拱桥 同时施展自己的才艺 桥上之人 若有特别心仪的美人 想要推取其为花魁 可以购买装有花瓣的花篮 为一只献花 最后所得花瓣最多者 便是江陵当之无愧的花魁 这是遗情馆的启罗仙子 哎呀 果然是月生悠扬 歌喉婉转啊 歌声美 人更美 启罗仙子 我喜欢你啊 启罗兄 启罗兄 我老婆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今天给启罗仙子撒花 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兄弟 启罗多谢诸位 是梦堂仙子啊 果然还是梦堂仙子的舞蹈更能打赌我啊 梦堂仙子 我喜欢你啊 梦堂是我老婆 你刚刚不是还在喊你老婆是启罗吗 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今夜真是不许此行啊 果真美女如云 佳人似语 你要干什么 我们都是魔门弟子 现在抓住了你这个令人不可侵犯的正道仙子 你说要干什么 我谢道运身为正道中人 与你们这些魔头势不两立 绝不会让你们动我一根毫毛 谢道运 那不是我大汉正道传承最悠久的凡心斋的传人吗 她可是正道年轻一辈最杰出的俊杰 杀了不知道我们多少魔门弟子的 怎么会被抓住 你们是瞎了吧 这女的分明就是云语会馆的头牌 欲言仙子啊 我认出来了 果然是她 她正是在干什么 演戏剧吗 还当你是圣洁的正道仙子吗 救命啊 有没有少侠来救我 你交破了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让我来 别抢别抢 回来呀 给我回来 我好想知道后续啊 不就是花瓣吗 你回来我全给你 无耻之急 你们云语会馆 竟然有这种无耻的手段 演戏剧也算是一种才艺嘛 我们可是堂堂正正的竞争 客人们喜欢就行 这云语会馆背后 站着极乐观这一步逊色 与我魔情宗的势力 我悉心调教出 启罗和孟唐那几个孩子 本以为这次可以压过她 没想到她竟然还有这一手 什么声音 似乎是琴声 谢 谢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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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买一千两的花 给我撒 见过诸位 这位是谢宴谢公子 至于切身 闺女 孟清莲 好漂亮啊 不愧是下凡的见线 好名字 浊晰联 男儿不妖 果然是清新脱俗 和其他人不一样啊 不要走 我愿意千金够花 请再奏一曲 今日见了蟹狼 以后眼里再容不下其他男子了 一见蟹狼 物猪身呢 我原以为 我准备的节目已经够出乎意料 没有想到你竟还藏着这一对碧人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那个女子原名为孟小花 是我管理最普通的一个 请有此理 玄机 你竟然如此羞辱于我 今日只是我记下了 来日必定奉还 我真没羞辱你 她真是我管理最普通的 不过 她为何变得这么漂亮了 还改了名字 叫做孟青莲 火魔情宗美人如云 怎么也不能被极乐冠下属的云与会馆 押过一头 不知这份礼物 三张老可满意 谢焰 这一切是你干的 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我的涅槃指可以直接恢复伤口 剑指虽未入门 威力尚弱 但其锋利性 也足以当作手术刀来用 两枕结合完全可以效仿现代的亚洲四大邪术之一的高丽掌形术啊 再加上了几亿人教验过的最火古风歌曲 以及融入了流行舞蹈元素的剑舞 俗 是挺俗的 但在这缺少娱乐信息轰炸的古代世界 能不震惊全场吗 这回满楼上下的妖女还不入我梦中 多谢公子 你这是在干嘛 快起来 公子妙手 为我重塑荣吗 又教我舞剑 让我明冻将领 此恩如同再造 青年莫痴难忘 自从花传惠之后 我和孟清莲的名字 算是传遍了整个江陵 成为了无数少女和少男的梦中情人 不见谢了 日前消瘦 高丽正容术是大杀起 能让妹子们一乱情迷不顾一切 满楼的妖女都疯了 纷纷抛下矜持 想让我为她们检查一下脸上的瑕疵 也有来向我讨教曲子和舞蹈的 希望我这位曲舞双绝的大师 为她们量身打造曲子 佳人有求 当然不能不解风情 就这样 我为她们各自打造了符合她们气质的曲子和舞蹈 因为这个妖女们甚至都开始尊称我为谢师了 能不能见过谢师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便一直舒舒服服的在疑情馆进行着修炼 为妹子们作词作曲 给三张出谋划策 没多久 疑情馆就彻底压倒了云与会馆 而我的名声也随之传遍了江陵 成为了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收获了一大波或倾慕或崇拜的原点 嘿嘿 赶紧 辛苦了这么多天 花间剑指终于入门了 不过 因为体内的真气全部转化成了花间真气 我的境界不禁反退 但这是好事 后天一重的花间真气 打以前那个后天三重的杂牌真气 跟玩儿一样 再说我的天官手 换成花间真气驱动之后 也比之前更为强大 偶像女团 不错 世人千万种 各有各的口味 有人喜欢清纯的 有人喜欢开放的 有人喜欢柔弱的 有人呢喜欢英气的 移情馆内的姐姐们各有风情 不如将她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女团 就叫妖女四十八吧 四十八种风情各异的女子 足以将天下的男人一网打尽了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能不能发展九项文化 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竟有如此之多的奇思妙想 干脆你也别回宗门了 留在我这儿 满楼红粉任你挑选 是任何人了 万万不可 想要打造偶像文化 就得将姐妹们打造成男人心中最完美的女神 女神和其他男人有所亲近是大忌啊 妖女四十八才刚起步 我更应该避嫌才对 可恶 满楼的妖女 还有你这个老司机子 我如果留下迟早就变成要诈啊 也对 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 不过作为这些天的回报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大长老乌灵仙来找过我 什么意思 难道他要对我下手 不用紧张 我隐瞒了你的事 乌灵仙不过是来劝我 加入他那一戏 向宗主发难 那三长老你的意思呢 这老妖婆把信息告诉我 如果不是站在我们这边 那是要罢就是要灭我的狗了 我告诉乌灵仙 自己不会参与宗主和他的斗争 我看你也别回去了 回去了说不好小命不保 你很有才华 我欣赏你 留在遗情馆 不但有美女佳人作伴 乌灵仙也会卖我个面子不动你 不出几年 定能修成温宗主那样的妙人 你看如何 三长老看中我的 难道就是这副皮囊和一些微不足道的手段 我想 若是当年的温宗主 此情此景该如何做决定 三长老心中 想必已有答案 真是个有趣的妙人 连我都动了些许情意 但愿他能从乌灵仙手上活下来 谢师 我等姐妹今晚在狼桓阁备下酒水 要谢师前往饮酒赏月 不知谢师今晚有空吗 谢师 明天是江陵花灯会 我想邀请您一同观赏 承蒙诸魏仙子厚爱 在下今天已经向三长老请辞 不日就会离开遗情馆了 什么 谢师要离开了 是不是我们姐妹没伺候好谢师 谢师离开了 我们该怎么办 谢某来江陵本来就是客居 这些日子 多谢遗情馆诸魏仙子照顾 如今我也该回宗门了 谢师 你要离开了 原本想趁夜偷偷离开 谁知道江陵渡靠 谢师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再会 就让众姐妹送谢师一程 这些妹子一个个倒是挺痴情的 三长老的提议也确实让人心动 搞得我都想留在这个温柔相了 不过宗主对我隐婚 我这个时候做逃兵就太不够意思了 况且宗主早已复原 这番和大长老的博弈 我更看好他 这次江陵之行 不仅出了拨风头 收获一大堆原点 花间剑制也顺利入门 等离开江陵了 还是先找个荒郊野外 升级剑制吧 都到齐了吗 崩子十一号到 崩子七号到 弟子十四号到 很好 人都到齐了 我身为江陵地区总统领 召集你们 是有个大任务要交给你们 究竟是什么任务 竟然得召集我们血月楼江陵地区全部杀手 吉乐冠花了五十万两 请我血一楼刺杀摩情宗的一位长老 摩情宗乃大汉九大摩门 哪怕是垫底也能被称为大任务的 这笔买卖 属下担心不太合算 我们血一楼的势力范围 刚刚涉及到江陵地区 正是需要擦亮招牌的机会 哪怕有点损失也值得 另外 不然 吉乐冠还多出五千两 附带了一个小任务 他们要我们在此地拘杀一个叫谢燕的男子 这个谢燕是谁 母亲总有这号人物 江陵最近倒是出了一个叫谢燕的伪少年 号称燕压江陵城 不知是否便是此人 谢燕的相关资料都在这个卷轴里 雷字号留下几个就行了 其余人随我一起行动 既然是绝世美男 属下倒是想会一会 请统领让我也留下 也好 狮子驳兔 亦用全力 你和雷八雷石七留下截杀 有你这个后天五重 加上两个三处 应该没问题了 你 谢统领成全 漂亮 这就是一级的花间剑齿威力 长短随心 无坚不摧 竟然只花了我十个原点 真是太划算了 嗯 这么快真气就耗光了 后天一重的境界 极限状态坚持半分钟都不到 这玩意也太耗真气了吧 升一级只用了十点 两级应该也花不了多少 继续升 给我把花间剑齿升到等级二 怎么反应这么大 系统提示 你的修炼境界提升了 当前境界后天三重 两级的剑齿 竟然一下让我重新回到后天三重 一级升两个境界 不愧是先天功法 保持在三尺剑芒左右的话 跟人打一刻钟都没问题 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去 只发剑芒 瞬息即中 不错不错 能发离体剑气了 这才像六脉神剑嘛 哦 升到等级二竟然花了两百原点 这和等级一的十点完全不成比例啊 等级一的时候学的是用法 功力本质并没有增长 到了等级二 功力明显提升了很多 一下就从后天一重 升到了后天三重 估摸着这两百原点 大半是耗在了修为上 不管了 看看能不能再升一级 你的修炼境界提升了 当前境界后天六重 这一集生的辛苦 竟然花了我四百原点 不过效果也很好 以下把我的修为 提升到了后天六重 更棒的是 我终于领悟到什么叫趋直如意 气动随心了 去 三级的花剑剑制 剑气射出去了 还能继续控制 防不胜防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躲得了 剑气提升到后天六重 天关手的防御水涨船高 就算是秦心慈也未必能破我防了 可惜原点不够了 现在全身真气磅礴滚斗 真想找个对手切磋切磋 缠儿身边却只有这些花花草草 唉 这大概就是无敌最寂寞的感觉吧 这个天赶路也太热了 等到了关道 还是得找一匹快马 按三长老所说 巫灵仙到处够串联 想必他是按捺不住了 我也得加快了 他就是谢燕 没错 是他 我在江陵游船会见过他 果然是个美男子啊 不过是个后天三重的小白脸 干脆我们生擒下来 让大人你先玩玩 不可 我等杀手 最忌讳的就是轻敌放纵 别说后天三重 就算目标是个普通人 也要在最恰当的时机 待目标放松警惕之时 一击必杀 大人说也是 大人说也是 我等狂妄了 我们血一楼杀手 出手讲究耐心潜伏 配合妥当 没有这种职业素质的杀手 没一个能活得长久 而且生不生擒没关系 死了的目标 才是好目标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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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唉 这天真热啊 即使是在这种山野幽静之处 也无法抵挡 这么热的天还出来砍柴吗 这个世界的普通人也是很辛苦呢 这位公子 怎么了 请问江陵城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吗 没错 沿着这条路再走上三四天 就能到达江陵城了 公子帮我指路真是帮了大忙了 我一山野之民无以为报 看这天气炎热 就请公子喝点清凉的山泉水吧 谢了 哈哈哈哈 血烟受死 杀你者 血一楼疯子十二号 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反应 施展护体攻防 我们三人全力一击 无法破开护体 情报有误 他不止候天三丑 不怕 他一眼下毒水 发作之后即使是后天九重都难以抵挡 涅槃指 早就看穿你们了 没点后手准备 怎么敢喝你的水呢 不可能 是如何看出破绽的 原因很简单 我会读心术啊 你们肚子里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一眼就知道 针对我的负面情绪 都强到可以给我提供原点了 我要是注意不到我就是傻缺的 读心术 读心术 嘿嘿嘿嘿嘿 估摸着你是天生对杀意敏感的那一类人吧 不过骨死未 之前的谋划不过是我血一楼的杀手向来谨慎 被你识破就识破了 现在 就让你尝尝强杀的滋味 嘿嘿嘿 嘿嘿 哼 果然有破绽 这次真气雄混 似乎是后天六成的禁忌 但除了天官手不会别的武功 招式全是庄稼法式 用缠斗 没有人的真气能无穷无尽 后也要把这次耗死在这 前明世界中神拳道所向披靡 回到主世界居然人人吊大 十成真力用不出两成来 两天武力等级也差得太远了吧 用怪了神拳道 下意识用神拳道跟你们过招 还真把我盗乱世子了 黎巴 供他下盘 雷石青 供他左侧 嘿嘿 在我眼里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死人 这才是死人 指尽隔空杀人 不 不可能有船头里这么强的指尽 是李铁真气 你是先天高手 饭猪吃老五 你刚才很嚣张啊 天魔极乐 地狱往生 你 呀 啊 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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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你策划有物 啊 封尸 我 才也不会放火 啊 真肉炸弹都搞出 läuft 可以呀 得亏 大爷我皮操肉后不怕炸 小铁 别跑啊 小看了这丝 想不到它这么厉害 不过在这种林子中 还没人能抓得住我贴掌水上飘风十二 别以为你赢了 我血一楼杀人 从来就是不死不休 下次 没有下次 说 你们血一楼为什么要杀我 你 你杀了我吧 你我无冤无仇 我刚刚还给你智商 你连为什么要杀我也不能说 你休想从我嘴巴里撬出半个字 看来我还是太温和了 你想干什么 花间见直 聂寒举 花间见直 杀了我 寒举 来来来 继续 告诉我 一千减七等于多少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原来 这些家伙 来自大汉帝国最神秘的杀手组织 血一楼 血一楼楼主非常神秘 极少出现 暗中操纵一切 外人只知道称号是极乐老人 乃先天九重高手 据说离重天境先人 只有一步之遥 血一楼的杀手们 分为天地风雷四个档次 天字号先天高手 地字号后天七重到九重 封字号后天五重 雷字号后天三重 这人是后天五重境界 封字第十二号 这次是血一楼江陵地区的负责人 接受了极乐观的委托 准备对魔情宗的某位大人物下手 杀我 不过是附带的任务 看样子 极乐观 这是准备对魔情宗出手了 魔情宗这会儿还在内乱呢 人心都不齐 再加上 还不知道大长老 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哪怕宗主已经恢复 这情况也很危险啊 唉 两边实力相差悬殊 根本没得打啊 我要不要跑路呢 还是说 赶紧回去通知一下宗主再跑路 我问你 刚才你喊的那个 天魔极乐地狱往生的口号 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莫名其妙的自曝 又是什么诡异武功 那 那是我们雪衣楼的独特心法 天魔极乐弓 类似天魔解体大法 可以爆发出全部且能 雪衣楼的杀手来自天南地北 彼此之间日常几乎毫无联系 又都互不相识 但是修炼了天魔极乐弓 就能让杀手们相互感应 判断彼此的身份职位 防止奸细 慢着 你的意思是 只要修炼了这个功法 就能以杀手的身份进入血衣楼 是的 没错 那自曝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因为 他练得不过关 最后没控制住 所以就差了 换我 最多元气大伤 不会自曝 是吗 是的 是的 我都这个样子了 怎么敢骗你 我要学这门功法 你教我 好好 我这就教你 就这些 我感觉意犹未尽啊 我知道的天魔极乐弓就这些了 小子 你好像没说实话呀 这功法不太完整吧 技能录入成功 技能名称 天魔极乐弓 残篇 技能介绍 某种神秘武功的残篇 可以激发人体潜能 在瞬间释放 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定范围内 可以感应同修者 可操控此功修为不如自身者自爆 此技能为最基础篇章 当前等级未入门 是不完整 天魔极乐弓分天地风雷四个档次 最高级别的楼主才知道 我教你的是我自己学的风自当 风自当 不对吧 难道不是雷自当吗 哪能呢 我教你的真的是风自当 天魔极乐弓 除了让大家互相感应以外 也是上级控制下级的手段 在一定范围内 练这门武功较深的人 就能控制较浅的人自爆 你传我雷自当的 你自己练的又是风自当的 你是想等我学会了 然后控制我 对吧 不 不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可惜 你没机会了 误会 这是个误会啊 给了你机会 结果还想玩花招 现在 你没用 不 哎 要不是有系统的技能介绍 还真差点上你当 理论上 如果能将天魔极乐弓 提升到破格 我就可以控制整个学医龙 嗯 解决这次的麻烦很容易 但我现在得到的这是残片 系统的升级功能 未必能将其补全 这是一把双刃剑 但修炼必须慎重 万一不能将之提升到完全版的最高境界 我一练 反而受制于人 所以 去其他世界修炼天魔极乐弓 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以各大强者组成门阀帮派 相互斗争的小世界 而这次 原主身份 乃是一介山野之名 一次奇遇 在这群雄世界成为了绝顶高手 此欲诀可以推演各种残片武学 还能融合各种兴致相近的武学 这在拥有万千武学的群雄世界中 乃是神物 之后更是得到了无数武林豪杰附庸 一手缔造了太极门 并将它发展为天下排名前五的超级门派 有兄弟辅佐 有美人相伴 然而 这差里 有多 你们是我最亲最信任的两个人 为什么 花弄月得知了原主欲诀的秘密 告知龙啸天后 两人算计原主 夺走了欲诀 龙啸天对外宣称原主病逝 并继承了门主之位 进入原主身体后的我 开启了复仇表演 太极震蝉 打倒强敌不能盲目硬上 得有对策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是来救你的 携手一起 斩杀龙啸天 其实只是让他去试探龙啸天的实力 修炼天官手 花剑剑指 终于带到机会 斩杀龙啸天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你就给我 发剑剑指 发剑剑指 刺剑指 发剑盲 刺骨美玉如美人 应该陪在卓氏佳公子的身边 你长得太丑了 不配拥有这块玉绝 发现系统碎片 是否融合 融合 融合 系统碎片融合 系统升级完毕 当前等级为二级 演变功能解锁 这下天魔极乐公有救了 我去 居然有一千元点 不过 只要我不杀花弄月 任务就不算完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呀 看来 我得努力收集圆点了 第一件事就是 运营太极门 恭迎谢门主归归 接着 闪杀叛徒 收获人心 拉拢豪解 最后 宣扬太极门 以及门主的名号 获得圆点 获得圆检 重建 原点 原点 这不就来了 0.0001点 为了能在这个世界收集更多的原点 花弄月还不能杀 还是得利用一下 先是扮演深情角色 让其降低防备 再设下圈头 步步为营 天魔极乐剑指 难道这就是谢燕的秘密 最后 就等着一场完美的表演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花弄月不仅练成了天魔极乐剑指 而且还给我送人头来 谢燕 你以为放了我 我就会对你改观了 真是天真 花弄月 天真的是你呀 你以为我真是对你痴心才放你走的 我是为了能再离去前多耗点羊毛啊 没想到你竟然能给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还真是给了我一个超大的惊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天魔极乐 地欲往生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雪爷你干了什么呀 荣耳之辈 炸吧 不愧是天魔极乐宫 上百号人同时爆炸 何其壮观啊 宿主本次任务完成 奖励三百元点 十秒后 传送回主世界 请宿主做好准备 回来了 这一趟终于把天魔极乐宫的隐患彻底消除掉 随时可以给薛义龙放一波烟花了 戏头 启动演变功能 给我融合天官手和太极震蝉 演变开启 融合天官手和太极震蝉 将消耗一百元点 掌握技能天官手 掌握技能太极震蝉 哇终于成了 啊 现在哥就等于有了个能自动开启的反伤甲 简直枪到没变呢 哈哈 唉 每次升级完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找不到对手试招 还得让我这样间接测试 哦 一下就打穿了耶 下面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给我回来 反阵 看这样子 反阵了大概五成的威力 唉 不给利啊老铁 那如果遇到了后天九重 甚至仙天的对手 岂不是只有保底的三成反阵了 嗯 罢了罢了 只要有国魂称号存在 至少防御力上还是有得一看的 再配合破格的天魔极乐弓 血一楼 我来了 想不到江陵地区棕月山中 竟然还藏有这样一座寒潭 如此隐蔽 若非极乐观提供消息 只怕我们都找不到这里 人手都到齐了吗 启禀统领 封十二 雷八 雷十七没有归队 四小时间早已超出期限了 就算封十二贪小欢愉 也不应逾期至此 封十二 莫不是被歇烟那小子征服了 我就说血一楼这玩具不靠谱吧 老东西还偏不信 看到你们这帮没头没脑的家伙 我就来气 什么人 罢了罢了 今天我就稍微辛苦一点 帮老东西调教一下你们这些废物吧 哪里来的小子竟敢在此大放绝词 喂 这家伙不就是被悬赏的那个羡验吗 哼 想来是封十二被暗算了 不对 封十二虽然轻浮 但绝不会轻敌 他既然能从封十二手中活下来 看样子有几分实力 管他有什么手段 在老子的情间实践面前 就算是后天九重的高手也得死 说得好 那就辛苦你 先为在场所有人上一课 什么 这家伙怎么也会天魔极乐宫 而且境界比我还高 如果不是他刚才施展 我竟完全发现不了 天魔极乐宫 这个羡验怎么也会 他也是楼里的杀手 他的天魔极乐宫境界比我们都要高 难道他是其他地区的天字党统领 获得原点 公路线 冲数 management 神电极 瘋7 只震慑住了峰雷自荡的低端战力吗 對 看来真正的血雁早已死了 阁下究竟是哪个区的统领 你难道想违背极乐长天定下的规矩 能迅速安抚手底下的人 这个家伙有点东西啊 话说极乐长天 又是什么鬼东西 情报不足呀 看来只有 一念魔情情如空 长天极乐乐无终 本少爷的真名 你们还不配知道 不过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可不稀罕当什么统领 而且 我现在就是魔情宗的人 他说他是魔情宗的人 又怎么会我们的天魔极乐宫 而且境界 还肯比天字党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传言 我们血一楼的创立者极乐老祖 虽然出身自极乐观 但与魔情宗上代宗主颇有渊源 而且老祖应该与极乐观并不交好 不然也不会跳出极乐观自恋吭了 渊源 魔情宗多是修炼阴阳和空法的妖女啊 难道 噓 不可说 比较合理的猜测 此人是老祖与魔情宗上代宗主 生下的私生子 那么他身负堪比极乐长天的天魔宫 又出身魔情宗 倒也说得过去 想了这么久 你可想明白了 不过 我也懒得管你是否能想明白 有些事看得透 也未必说得透 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 不清楚 但是看他的样子 显然是在准备什么 想得明白 有时候比不上想不明白 这家伙云山雾罩的在说些什么 越看越可疑 不过他身负境界比我还高的天魔极乐宫 这做不得假 虽然我并不讨厌谢燕这个名字 但是既然你们都想知道我谢燕以外的称呼 那么不妨称呼我为 地藏 获得原点 获得原点 重建 重建 1.6 1.9 没击 终于看到弟子当的人的情绪了 他们显然是把我当成什么老祖的私生子了 不过 天字当的老哥有点东西啊 这都没有动摇 既然如此 地藏 你特意来此有何指教 大丈夫能屈能伸 此人的事不宜深究 况且血衣楼的规矩 本就是天魔极乐宫境界高的人 掌控境界低的人 我也不算违背楼规 如此可教也 现在我们可以谈正事了 正事 极乐观那边 是找你们杀魔情宗的什么人 这次的目标 是魔情宗的四长老 微如道 四长老 为何是他 魔情宗长老的实力可不简单 就凭你们 你有所不知 微如道 因为练的功法有缺陷 难以调节阴阳 每年这个时候 都去往前边不远处的寒潭 调息三日 因事关乎功法的秘密 所以一贯不带外人 孤身前往 他虽是先天三处 但趁着他内息不稳 我血一楼江陵地区全员出动 大有希望成功将其诛杀 只不过 若是地藏你要保住此人 我们也绝无反对之意 这家伙似乎很看重魔情宗 那就投其所好 不 你们继续刺杀 这是为何 刺杀归刺杀 不过具体流程细节嘛 你们需要按照我的剧本来 什么人 极乐长天来收人了 魔情宗四长老微如道 领死吧 不知死活了 血一楼什么时候 也有胆子敢对九大魔门的长老下手 厉害 一身阳炎内息 却能夺天地之造化 逆反阴阳 使出类似玄阴内功的杀招 炎炎将子宫 果然厉害 可惜你功法有缺 体内阳炎之气越积越多 每年都得靠寒潭之水来泄荣 否则便会阴阳失衡 走火入魔 你内息未稳 刚才为了立威又强势杀了两人 现在你还能动用几成功力 哼 既然如此 你可以来试一试呀 杀 出手的都是我血一楼弟子的高手 你内息不满 煽动杀招是死 不动杀招 面对如此围攻 也是死 究竟是什么人委托你们来杀我的 你是个明白人 应该知道什么人希望你死 唉 一想到先天三重的高手 将在今日远落 当真让人不胜唏嘘 黄泉路上 你再好好思考自己得罪了谁吧 放肆 哪来的萧小狗胆包天 竟敢伤我魔情宗长老 赐长老修金 魔情宗最杰出天骄 宗主坐前第一进士 谢宴来也 哦 想不到你居然还有援君 不过 就凭他一人 也想从极乐长天手中夺人 对此 我只有一个词来形容 狂妄 别让我挪动一步都做不到 真是 太渺小了 千关震惨 黄泽 破得原点 重镜 几点 几点 重镜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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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演戏 这些家伙不会 也不敢全力出手 但我站着不动 都能挡下这么多人的围攻 还是挺能胡人的 现在已经能收割一些 低级杀手的崇敬之情了 可惜 弟子当的情绪 还比较稳定 这门功法是 天关手 但是从未听说 有人能凝聚出六重天门的 他脚下的太极阵 又是怎么回事 此人难道 你就是那个血烟 正是在下 我奉宗主之命前来救援 宗主他随即 就会率领众弟子赶到这里了 哥这么帅气的登场 然后英雄救美 怎么也得收割一波欣赏的原点吧 获得原点 重敬 获得原点 零一点 获得原点 重敬 零三 零一点 零七 奇怪 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四长老的名字 同量 怎么办 变声肘翼 不亦久留 撤 好险好险 这下姑且是安全了 这位姐姐 我们 根本没有什么宗门援军 你不过是虚张声势 炸那群刺客的 你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 零姐姐 别乱动手 自己人 自己人 我与玉红颜一向不合 你是他的亲信 为何要来救我 而且 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其实 我是为了练功才来到这江陵地区的 不曾想在路上被杀手袭击 幸亏我功法大成 反杀了对方 然后拷问出了那个杀手组织 还想对威姐姐 你下手啊 凶 凶什么凶啊 既然如此 那哥干脆就想办法多耗一点你的羊毛了 其实 我一开始是不打算管闲事的 毕竟面对那么多坏人 我也没有十足地把握救人 可是 一想到那个被围攻的人是您 我就 你就怎么了 我就立刻有了勇气 在服侍宗主时 我时常听见他在寺底下对您称赞有加 遗憾地表示 您本该是自己人 一想到这里 我就不能消瘦旁观 原来侯爷是这帮看我的 想起来 我也该回宗门看看了 说得对 威姐姐 我们快走 当心血液楼的人回来 大胆 简直放肆 威姐姐 事急从全 您现在受了伤 就让我抱着您快逃吧 您 咱们马上回宗门去 奇了怪 哥这套操作行云流水 怎么既没有愤怒原点 也没有愉悦之类的原点 四长老的心境也太平和了吧 宗主 我回来了 还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 侯爷 喜酒未见了 如道 当时我就看见极乐观的人刺杀四长老 于是我就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我谢焰虽然神勇 但是也难以在对面那么多好人面前 获得四长老周全 迫不得已 才出言匡骗 如道 谢焰所说全部属实吗 你这谢焰 竟会胡说八道夸大其词 不过 除了过程过于夸张 结果上倒算基本属实 获得原点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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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红颜 玉红颜 这四长老真是心如鸣镜 波澜不惊啊 我这冒着挨打的风险 天油加醋地 把故事吹得天花乱坠 居然没有薅到她的羊毛 反倒是宗主姐姐零星给了一些 谢焰 这次倒是多亏了你 否则 我魔情终将痛失一臂 都是一丈宗主大人 这次着实是惊险万分 不过我在心中 一直默念宗主大人的名字 一路有如神助 尽会贫嘴 不过看你这样子 那武功想必已经学会了吧 不然也没本事和血衣楼的杀手搏杀 如当 这次你被极乐官雇佣的血衣楼杀手暗杀 其中颇有蹊跷 没错 血衣楼的杀手在寒潭埋伏我 这很奇怪 我的炎炎将子功 乃是阴魔功和刹女精 融合改良过的特殊功法 每年都需要寒潭来平衡阴阳内息 此乃我最大的弱点 而我行事向来缜密 从来没让任何人知道 无论是极乐官还是血衣楼 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查得到 唯一有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红烟你和大长老 毕竟当初我的炎炎将子功是在你俩的帮助下才创出来的 你俩只要有心都能推测出一二来 不过 我相信此事绝不是红烟你做的 那么 将我的秘密泄露给极乐官的人 只可能是大长老了 但我和大长老之间并没有仇怨 我想不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依我看 就是大长老干的 喜 依我看 就是大长老干的 喜 如果属下猜得没错的话 这次哪怕没有属下的掺和 四长老也不会死 但肯定会中伤 中伤的四长老 怀疑的对象只会是宗主和大长老 以四长老之前和宗主的关系 中伤之后 他第一时间选择接触的多半是大长老 而我相信 大长老那边肯定会把黑锅栽给宗主 经此一意 四长老会彻底倒向大长老 并对宗主你恨之入骨 这种事 谁最终得利 谁就是嫌疑人 所以 只能是大长老 这只是你的推测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宗主大人 我们是魔门 歪个人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直接拿下在逼框不就完事了 谢爷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魔情宗实力衰弱 便是因为内部不合 若是因为内斗而损耗 很可能会被其他势力趁虚而入 有损祖宗基因 确实 贸然形势 怕是会引得各位长老人人自危 哪怕是保持中立的三长老 都会为了自保 而站到大长老那边 到时若是起冲突 各大长老率领弟子全面开战 不论结果如何 魔情宗都会实力大损 但 大长老这回的罪状 可是里通外敌 勾结极乐观 谋害宗门其他长老 只要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 最后再让和宗主关系不合 又是作为受害者的四长老 亲自指证 便可以一锤定音 大长老只会被定性为宗门叛徒 受千夫所指 哪怕是二长老 也不会再依附于他 当然了 这种指证不能私下进行了 否则很容易受人以禀 最合适的时机 是下个月的宗门大会 四大长老进归山门 宗门所有弟子都在场的时候 这不还是要证据吗 宗主大人 我说的是似是而非的证据 只要大长老脑子正常 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实锤 他随便 往极乐观塞一封匿名信 泄露四长老的情报 谁能抓住他的把柄 连极乐观都未必知道 是大长老在搞事 确凿的证据若有是最好的 若没有也无所谓 只要似是而非 能够暂时忽悠住外人就行 至于似是而非的证据怎么来 请四长老出马 想必手到擒来 我出面的话 倒确实有些把握 我这次秘密归来见你的事 宗门里的人还都不知道 巫灵仙自然会以为 我与你仍是不合 我主动接近他 找他一些马脚应该是不难的 那倒是 不过 就算有了这些 你怎么保证宗门大会的场面 不会失控 不会演变成一场 不同派系间的混战 不会出现这种可能的 哪怕是最坏的情况 主动权在你们手里 大不了就放大长老一马 说 这些证据看来还不能服众 以宗门大局为重 暂不对大长老进行处理 若一切顺利 你们两位联手制住大长老 只要不是将他当场击杀 有前面的铺垫 我相信 无论是另外两位长老也好 大长老一脉的人也好 没人会出来阻止 而大长老一旦被收监 他那一脉群龙无首 自然万事皆休 怎么也不可能祸乱宗门了 红颜你真是收了个好近视 都让我有些心动了 过奖过奖 依旧没收到任何原点哪 又是嘴上说说 红颜 我先走了 十日之后再行商议 如许紧急联络 就以兵簪为信 到后山四云崖下见面 你自己都保重 谢焰 你有考虑过 如果我们冤枉了大长老呢 攘外必先安内 大长老必须是叛徒 不是也得是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 倒是颇有心机嘛 属下人称诚实可靠小郎君 哪里像是心机深沉的人嘛 好了 别给我拼嘴 交给你一个任务 不管是不是大长老在暗中搞鬼 极乐观插手近来是确凿无疑的事 不得不防 你凭魔情巡令 从我的库中支取二十万两 反雇佣血一楼对付极乐观 就算不能做到让血一楼反水 至少也得换来安稳的时间 血一楼江陵地区接受委托的据点 就在此林镇的金鸾赌坊 你与心慈一起下山 让他做你的护卫吧 放心 玉姐姐 我并不辱命 小姐 你在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在想我那好夫君 到底是凭借什么本事 让师父另眼相看 不仅没有追究他擅闯祖辞之罪 反而将他设为近事 莫非是美好的肉体 瞎说什么 师父怎可能如此肤浅 而且谢宴修行武功的进展实在太快了 是无露肢体的缘故吗 师父看中的其实是他的武学天赋 那个师爷儿不是到处说 谢宴有一招能够治愈伤势 恢复真气的执法吗 宗主会不会是看中 谢宴能够治伤的本事啊 都说宗主最近暗伤痊愈 这才越来越高调 说不定这都是谢宴的功劳呢 或许吧 这谢宴身手 肯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娘子 我来看你了 顺便告诉你一件大好事 小姐 他来找你了 这小子自从那天以后就像变了个人 一肚子坏水 上次他还各种使唤你 这次肯定也没有好事 我倒要看看 这一次我这位夫君 给我带来怎样的好事 娘子 这么久没见到我 是不是很想念我呀 夫君这一去数日 我当然很是想念啊 不知夫君所说的好事 是什么 娘子 有没有兴趣 陪我下山治千金呢 姑爷我也想去 你别玩去 别妨碍你家姑爷和小姐的度蜜月 你所谓的好事 就是让我担任你下山时的护卫 哎 娘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虽说是为了提防大长老派人暗算 但是实际上 咱们夫妻结伴共游 显然是出来游山玩水的呀 你看这山 哇 你看这水 你看这美女 你不会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吧 当然不会了 走 咱们这就去金鸾赌方 此林镇的金鸾赌方 乃是血衣楼的秘密联络据点之一 也是血衣楼接受委托的地方 只要对赌方的人报上切口 就能进入地下密室 进行悬赏委托 只是 买定离手 全押小 没想到秦新慈居然好赌 明明有任务在身 还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居然想先赌两把再走 开 一二三六点 小 这人究竟谁呀 从刚才开始已经十六连胜了 而且他身边的公子好生俏力啊 究竟是哪一家的公子啊 能赚钱 还顺便收集一点原点 感觉倒还不错 反正也不会真的遇见什么危险 随他吧 不过 秦新慈这听音变头的功力 也太强了吧 从头到尾完全没输过呀 这里已经赢不到什么东西了 我们换一桌 娘子 你这一直赢未免也太无趣了吧 赌博追求的不就是赢 在关键的时候追求赢无可厚非 不过现在嘛 既然是娱乐 当然就要玩得开心了 就比如说 买定离手 糟了 刚才没听到头子的声音 你 我说娘子 人生在世 又何必时时刻刻逼迫自己不得快活呢 有些时候放松一下 听凭运气 享受那种不确定带来的紧张刺激 也挺有意思 不必只追求赢了 五五六 十六点 大 这位姑娘又赢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再来 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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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不赌了不赌了 把这些全部换成银票 二位且留步 果然来了呀 也确实该办正事了 生死去来 蓬头傀儡 一线断食 落落累累 这可真是失礼呀 想不到还会有如此有兴致的客人 二位请随我来吧 血衣楼为中立的杀手组织 给钱就会办事 这次的任务 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宗主姐姐也是考虑到这些 才放心让我和秦新辞过来 但是我大老远来一趟 怎么可能普普通通的雇佣 杀一两个人就完事 怎么着也得花同样的钱 杀他个两倍三倍的人数吧 二位 过了这扇门就到了 至于秦新辞嘛 乖乖看你家夫君打脸 等等 我们委托的是几十万两的大单子 而且时间上比较紧急 请你先去禀报一声 让能直接拍板的人物后母他吧 秦新辞想干什么 那请二位在这里稍等 谢夜 听着别露出破绽 我现在在用新音秘法和你传音 虽然此行我也有万全的罢国 但凡事未算射 先算办 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刚才已经将这里的地形摸清 如果形式不妙 我会将这个毒方打烂 你趁机从东南方逃走 那里是最佳的逃生方向 原来秦新辞刚刚并不仅仅是单于独乐 同时也是在偷偷观察赌方的地形 倒也谨慎 可惜你终究想不到 血衣楼的杀手都是我的韭菜呀 二位请进吧 我家大人在里面等你们 本座乃血衣楼 江陵地区总统领 天字三号 让二位贵客久等了 地葬的意思 应该是让我给这个女人来个下马威 两位是魔情宗的人吧 真有胆量 竟然只派两个人就找上门来 这个天字三号 倒挺会看我眼色的吧 先吓唬一下秦新辞 接下来 就该歌出场挽回局势 我们是来谈生意 又不是来报仇的 杀手只是工具 和我们有仇的是 雇佣你们的极乐观 我去 秦新辞你抢我台词啊 什么极乐观 谁跟你说雇佣我们的是 极乐观的 我们自有渠道可知 这上门的生意 你们做还是不做 接 怎么不接 你们二人今日是想拿谁的向上人头 又愿意出价多少 就按照规矩 写在这布帛上吧 秦新辞这是要翻天啊 这明明是给我准备的舞台 继续下马威吗 内力欲气 欲风取物 这是只有仙天高手才能做到的 他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吗 这位客人 应该是写错了吧 似乎我图方便的写法 确实给你们造成了一些物件 看来我需要用更大的步步 更多的笔墨 才能让你好好看清楚 今日委托的目标 正是极乐观全员 对此 我们愿意出价 二十万两 这大生意 你们是接 还是不接 秦新辞这是疯了 二十万灭极乐观全宗 他当血淫龙傻吗 我都要看看你在打什么主意 二十万两 买极乐观全员的名 这种话他居然都说得出口 我可真未料到两位会说出 如此匪夷所思 天马行空的提案 这份从容 这份胆破 真是令我十分佩服 玩笑话就免了 我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不是玩笑 你们觉得是玩笑 无非就是没有理解其中一个道理 哦 那我不得不洗耳恭听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谁说杀手必须要杀死目标呢 又有谁说 我们是来谈杀人的委托 我这样说 你们明白了吗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吧 杀手的任务是要杀死目标 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但是实际上 杀手属于拿钱办事 只是更加善于杀人而已 理论上你可以雇佣杀手做任何事情 就算是做保镖也没问题 原来你是做这种打算 即使是监视 这二十万两也不够 我需要你们让极乐观中的人 无时无刻不沉浸在意中 随时可能被杀的紧张感中 在我摩清宗宗门大会结束前 务必要搅得极乐观 人人寝食难安 鸡犬不宁 至于如何让目标 沉浸在恐怖之中 我相信专业的你们 会有很多手段 怎么样 二十万 做得好的话 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用杀 我觉得这笔买卖你们并不亏 不过 若是要让那极乐观观主 荡红尘恐惧 恐怕这些银子还有点不够 无妨 你们只要能让大多数人 混乱就足矣 这笔买卖确实有利可图 但是依然要耗费大量人员 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 看看他的意见吧 你们的委托 我血衣楼接下了 很好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没过多久 江湖上开始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血衣楼不知道接了谁的委托 清朝而出 到处刺杀极乐观的弟子 江湖人怀疑 这幕后的委托者 肯定是极乐观的死对头 魔情宗 玉姐姐 大致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夜深路纸 当心偷听的四长老 冻病在窗外了 红颜 我这不是怕打扰到你们吗 我去 这四长老神出鬼没的 宗主不说我根本没发现他在偷听 你这次来是有什么进展吗 那天从这里离开之后 当日我便直接与吴灵仙约见 我的说辞与上次讨论的大致相同 不过 隐瞒了此前见过你们二人一世 他的口风果然很严 一见面就对我遇刺的事 表现得十分吃惊 我担心他从血衣楼的杀手处得到情报 所以 没有隐瞒鲜艳救我的事 如此一来 如当 你该怎么解释后面的事 我当然是照实说了 我和你向来不和 这件事宗门里的人都知道的 而是谢宴 有嘴滑舌 一看就是那种巧言令色 老少通吃的坏男人 我可信不过 四长老冤枉啊 在宗门里 我可是安分守起得很啊 总之 乌灵仙还是很相信我这套说辞的 消除了他的怀疑之后 我便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幕后黑手人选 只有两个 宗主 或者是你乌灵仙 结果 乌灵仙的反应不出我所料 先是发誓说不是自己干的 接着断言 一定是红颜你在铲除义气 我出言安抚 表示我暗中来找他 就是因为我也觉得此事是红颜你做的 大招老果然上钩 一本正经地表明 想和我联手对付红颜你 我便假装同意了 截至表示 红颜你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 近来 在宗门里的声望越来越盛 即便是我和他联手 也难有胜算 而这次的血衣楼刺杀 也没证据证明是红颜你做的 所以仍需要寻找别的方法 把你拉下马来 那之后 巫灵仙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巫灵仙的口风很紧 在我几番试探之下 他都语言不详 只是表示自有妙计 最后 我走了一步险棋 直接询问他 要不要借助极乐观的势力 虽然他立刻否定 但是 很明显他在掩饰些什么 四长老 为什么要叹气 虽然早有所料 但其实我的心中仍然有过一丝侥幸念头 希望一切都只是误会 四长老 既然已经确定大长老确实勾结外敌 那我们对付他就更加天经地义了 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 也对 我有些过于感性了 红颜 我来便是为了告诉你 巫灵仙确实勾结了极乐观 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搜集证据带回来的 如当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你自己小心 红颜 你就放心吧 纵使昔日里我与巫灵仙有些交情 但是在大师大妃面前 我绝对不会心软的 四长老 我送送你吧 我有重要的事想和你说 好了 送到这里差不多了 你有什么事 还要瞒着红颜单独对我说 四长老 事关重大 关乎到我与宗主还有你 还请站在这里等一等 切勿离开 我这就去把那重要的东西给你看 究竟是什么大事 这是 寒潭出狱那日之后 我便茶不思饭不响 心心念念的都是你的身影 谢某纵为宗主内侍 也不愿扼杀自己的真心 四长老 不 如道 我喜欢你 赐月佼佼 这番心底话 谢某也只有在此 方能与你细说 谢宴 你说什么 是不是我听错了 只要能让你明白我的心意 纵使说上千遍万遍 又何妨 气氛完美 再配合搁着深情告白 不出所料的话 一定能让这位四长老情绪激动吧 如道 我行 放肆 谢宴 亏我还以为你是个可诉之才 想不到你形势居然如此浪荡 念你曾救过我一次 此事我就不告知红颜了 你好自为之 如道 如 嗯 浮以先前的轻浮挑逗 面对这番直白的告白 四长老看起来很是生气啊 但是 还是完全收割不到他的原点 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获得原点 愤怒 零点零一点 情心词 等等 为啥突然冒出来一个情心词啊 而且还是零点零一这种当面才能收割的数值啊 难道说 嘿嘿 娘子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来了也不先打个招呼 我这不是想念夫君 所以是夜京城赶回来吗 刚才的事 若是师父知道了 娘子说笑了 宗主事务繁忙 这件事还是别告诉他了吧 开玩笑的 这件事我会帮你隐瞒的 不过作为交换 等清理完宗门叛徒之后 你得陪我做一件事 一定 一定 那我去拜见师父了 喂喂 等到什么什么之后 约定做什么什么事 这是标准的弗莱尔的台词啊 我这一招 原本的想法是 发射出细小的花间剑气 刺入对方身体 然后利用趋直如意的特性 控制剑气 在对方体内直接爆散 这样 可以直接重伤对方的五脏六腑 用最少的真气 造成最强的杀伤效果 唉 但现在看来 效果不太行啊 年轻人别白费功夫了 你这样胡乱蛮事 是没有结果的 什么人 你的想法很好 可惜方向错了 想要做到剑气入体 炸出无数飞丝 关键是这个炸字 而不是以趋直如意的思路强行控制 你现在本末倒置了 看守藏经阁的传宫长老 之前就听谁说过 传宫长老地位超然 而且他似乎对花间剑气颇有研究啊 若是能和他交好 对我将来一定大有一处 前辈 似乎对花间剑气也有研究 花间剑气啊 不能说研究 知道一些吧 长老老伯 你这是做什么 我虽然将花间剑气炼成 但忧心于宗内局势复杂多变 我想快些提升实力 为宗主分忧解难 却疏于实战锻炼 今日 见前辈对花间剑气有如此了解 我心中敬佩万分 如果前辈不嫌弃的话 请指导我吧 花间剑气炼我指导不了你 我看你练得蛮好 转变一下思路就行 是吗 不过 你能进入魔情宗 练成这花间剑气炼 我们也算多少有点缘分 那支点你一下也无妨 按照小说惯例 看守藏经阁的肯定都不简单 你要记住 永远不能相信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您老年轻时一定很有故事 谢燕 原来你在这里 秦新次来找我 看来是有什么钥匙 长老老伯 看来我要先走 谁呢 夫君 你刚才在和谁说话 没啥 就是和传宫长老唠嗑了两句 师父有令 命你我立刻前去见他 了解 咱们赶快走吧 谢燕见过宗主 宗主姐姐 这道姑是什么人 我来说吧 这几日 我一直在跟踪乌灵仙 终于在昨天晚上 发现他偷偷出山门 去见了这个道姑 等乌灵仙离开之后 我就出手拿下了这个道姑 封住了他的全身经脉 你们抓住我 胡说我是什么急了惯的人 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大长老里通外敌的人证 已经拿到了 现在的关键是 如何从他口中 撬出更多的消息 这也是我叫你们过来的目的 此人好面熟啊 我想起来了 上次游传会 这女人就站在 云语会馆主人的身边 她肯定是极乐观的人 这人我也认识 云语会馆主人 极乐观长老 白溯源的贴身丫鬟 白玉燕 我们都知道她的身份 但必须要她主动配合 不然后续的操作会很麻烦 宗主姐姐 这事就交给我吧 娘子 你帮个忙 帮我准备 你就 你没听师父说吗 这人是个硬骨头 什么话都不会说的 哦 我这人最喜欢啃硬骨头 来呀 以为我会怕你们吗 不愧是极乐观的姐姐 不过 对付你用不着那么多人 我一个人足矣 不知你知不知道 这世上有一门 叫做捏脸指的神迹 捏脸指并无杀伤力 但却有着世人 梦寐以求的重塑容颜的功效 你 你要对我做什么 你看这暗寒秋波的妙眼 稍微改一改 就来个 一边死鱼眼 一边斗鸡眼吧 再看这娇羞的鼻子 若是能跌宕起伏 化作平原 化作深谷 想必也是波澜壮阔吧 你 哎呀呀呀呀 光是想象就觉得带感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娘子 进来 那么 我们就从眼睛开始捏脸 不要 放开我 我就是几了快的人 我成长了 不要对我这样 哼 我还没开始呢 获得原点 过得原点 清赏 获得原点 红元 新赏 零点 秦心词 秦心词 什么情况 这道姑都怕成这样了 不应该原点刷屏吗 巫灵仙是在五个月前 与我们搭上线的 当初为了避免惹人怀疑 我们还配合他 演了一出戏吗 在五个月前的话 据说大长老为了 争抢一名天资卓越的弟子 与极乐观的人 起了一场冲突 天资卓越的弟子 该不会是失焉儿吧 想不到那个时候 巫灵仙就和极乐观 勾得上了 你继续说 你们的密谋内容是什么 巫灵仙与我们观主 达成了协议 只要我们助他 登上摩擎宗宗主之位 他就愿意把他名下的那些产业 让给极乐观 只要暗杀了与宗主 有矛盾的四长老 让勉强保持中立的三长老 对宗主产生怀疑 转而与巫灵仙 联合起来就行了 他倒是早就定上我了 巫灵仙来到了江陵地区 并且给了我一个时间地点 让我委托蓄一楼准备暗杀 结果没想到暗杀失败 我没有死 你们极乐观这样为巫灵仙出力 到时候他翻脸不认人该怎么办 巫灵仙为表诚意 将他移名玉的玉牌 作为信物交给了我们 只有我知道那东西藏在哪里 所以 什么玩意儿 玉牌 一块玉器就能做罪证了 移名玉 巫灵仙他居然将这东西给了你们 这位姐姐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啊 现在 你真的是能谈条件的一方吗 别 别动手 我 我知道你们是想扳倒巫灵仙 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 也没了选择 只要你们对着你们的魔情祖师发誓 扳倒巫灵仙后 放我一条生路 我可以帮你们作证 也能告诉你信物藏在哪里 这活说的话 是惊慌的人该有的 可是语气也好 神情也好 都是那么淡定 他甚至有闲暇能分析出 一旦我们完全找到证据 他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情况有些诡异啊 红颜 你觉得呢 可以 对此魔情玄令 魔情祖师御修罗在上 弟子御红颜发誓 只要白玉燕协助弟子 扳倒大长老巫灵仙 弟子愿意放白玉燕一条生路 红颜 就由我来亲自看住这个道姑 等到宗门大会上 再押出来当众揭发巫灵仙 路中就是人自己选的 既已渐行渐远 相熟之人 有时还不及陌路之人 谢焰 心慈 我有些眷了 你们退下吧 弟子告退 玉姐姐明明和大长老是死对的 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了除掉大长老的机会 看起来却并不开心 是因为宗门内斗经常是宗门衰落的起点吗 很好 这样的话 人正物正齐全了 是啊 只要一切顺利 宗主就能重新确立权威了 只不过娘子 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玉 就真的能证明大长老与其乐观之间的勾结关系吗 夫君最近表现这么亮眼 功力进步神速 我都差点忘了你是初入江湖 也好 那我就给你详细讲讲这个移名玉吧 此玉有一个特性 在真气日夜温养下 能够吸取滋养其中的一丝 维持百年而不散 将其制作成玉器 持有者可以遇到危机之时 催动其中蕴藏的真气 抵挡伤害 听上去是不是很厉害 但此玉有诸多不变之处 首先 它只能用以抵挡后天境的伤害 先天境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这东西对于先天高手而言几乎没用 但偏偏 又只有先天境的真气 才能够被其吸取 而且此玉吸收的速度极慢 往往需要历经数年 才能够达到底挡伤害的效果 制作时间太长不提 效果也不好 根本没人愿意费功夫去做这个 在整个魔情宗 据我所知 只有师傅劳心制作了一块 然后送给了我 玉器的制作极为耗时 其中蕴藏的制作者本人的真气特性 也绝不可能作假 若是真的有一块大长老制作的玉器 被发现在极乐观的手里 绝对能证明双方关系非同一般 原来如此 对了娘子 那个白玉燕在被审问的过程中是咋回事啊 招供前还会惊慌失措一下 怎么开始招供以后就面无表情 跟个冷冰冰的人偶一样啊 这是极乐观核心弟子的独门奠基功法 摩罗道心 需将自己心中最深的执念化为道 同时将其他所有的七情六欲接触 唯独存留一颗侍奉道的道心 万事万物 只要不足以撼道 那么他们便可以完全没有感情 以绝对理性看待一切 而若是道被动摇 那么他们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拼死捍卫 那个白玉燕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装的 内心其实很冷静地在分析着利弊得失 你的拷问能够成功 想来是因为触及到了她的道心吧 是不是说 那个白玉燕执着于美貌 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才选择了屈服 实际上 她对我并不会产生任何情绪 你倒是理解得挺快啊 正是如此 白玉燕的道 应该就是燕压群方的高傲 你用变丑要挟 正好戳中了她的要害 一开始她不愿意暴露极乐观的身份 自然要装出情绪鲜明 等到她承认身份 继续伪装就没有意义了 竟然有这种武功 等等 该不会 谢燕 你口气不小吗 我一人就算了 你还想叫上大长老与二长老两人 来一场四人优惠 今夜 我就是来一挑三的 有自信是好事 但 三长老你上手干嘛 连我一个人都顶不住 你还想一挑三 顶 顶 顶得住 怎么会顶不住呢 宗主 摩钦宗本宗全部弟子 以及分舵实义全部到齐 嗯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有一件喜讯想要让各位知道 我清传弟子 你们的大师姐秦新慈 已达到后天九重最后一境 如无意外 不久后便可突破后天 直达先天 新慈啊 按照宗门规矩 到时候你就是五长老了 所以不得松懈 早日突破 长老之位不过须敏 新慈只要有师父教导 便得偿所愿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接下来便按照顺序 由大长老先说说 最近有何事要向大家通知 我这边没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弟子施燕儿 自那日在擂台上 与谢燕对战后便一绝不振 谢燕 你准备如何赔偿我家的燕儿 擂台上拳脚无眼 又是你与我赌约在先 大长老 你不觉得自己有些无理取闹吗 这件事 就算你有几分礼 但谢燕自从入宗以来 都干了些什么 夜护法 报给宗主听听 祠堂一事 最终结果如何了 谢燕擅闯祠堂 毁坏祖师雕像 为了修补祖师雕像 花了近三千两银子 不过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 宗内有数个弟子 在突破时遭遇劫难 不是伤残就是痴呆 这都和谢燕破坏祖师雕像 前洞山门风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们过时时运不及也发生意外 与我何感啊 武学世界的风水这么厉害的吗 这分明是修真世界吧 谢燕 都是因为你 还我们一个公道 谢燕 你还仗着内侍身份欺误我们 太过分了 大长老让夜护法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 都住口 此事暂且一并记下 等到最终宣判之时再做定夺 二长老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的 大致与大长老和夜护法相同 便不再赘述了 不过我先在此表态 我觉得宗主最近 确实有些偏袒谢燕 那么我要说的事情 同样与谢燕有关 只不过我这边并非指责 而是要好好赞扬她几句 在说之前 先让大家见识一下 我最近成立的女团 仙女四十八 如各位所见 我新成立的这个仙女四十八 短短时间 已经碾压了竞争对手 云与会馆 完全占领了 江陵地区市场 谢燕功不可没 从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谢燕功大于过呀 那么最后 四长老 你有什么想说的 不会又与谢燕有关吧 我要说的是 虽然主角并非谢燕 但是她也在其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事 得从我于寒潭之中练功 遭遇血衣楼暗杀 开始说起 当时我内心紊乱 眼看就要命丧于 血衣楼之手 是谢燕及时出现 救下了我 若不是有她相助 我今日就无法站在这里 与各位说话了 而后 我再追究起 事情的原委时 发现一件蹊跷之事 能知道 我的炼功之地的 唯有本门之中的宗主 与大长老二人 换言之 此事只有可能 是你们二人所指使 经过我的一番试探 最后 暴露了马脚的人 是大长老巫灵仙女 什么暴露马脚 你这是在血口喷人 我会这么说 自然是有足够的证据 把她带上来 此人乃极乐观长老 白溯源之侍女 白玉燕 与你在前几天 夜里暗中接头 被我偷袭 押回来拷问 从一开始 你的打算就是 借用极乐观之手 将我杀死 挑拨宗主 与三长老的关系 为你争取到 三长老的支持 一派无言 说了这么多 都是一面举词 毫无证据 谁说没有证据 这一鸣欲制的玉牌 就是你与极乐观联手 为表诚意 交出的信物 这些证据 都是谢焰和宗主 助我所得的 如果不是他们 以我之力 还真的无法 把这些拿到手 你若想狡辩 我就让你先看看 大长老 你还有什么解释吗 这玉牌你不是 诗音儿都没舍得给吗 为什么在他们手里 云仙 这是怎么回事 这 我也不知道啊 他怎么会有那东西的 喂喂 看大长老和二长老的反应 好像真的有鬼啊 难道说大长老 真的勾结极乐观 胡说什么呢 我为师父可是纵门的大长老 执掌奋斗 与极乐观素有矛盾 怎么可能与他们勾结 但是人政无政都在 连他自己都无力反驳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啊 巫灵仙 你还有何话可说 完全莫名其妙 这 这根本不可能 到此为止吧 叶护法 大长老 事到如今 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古村 我与灵仙早已情投意合 定下终身了 那玉盘分明是灵仙 送给我的定型信物 普天之下 今此一箭 绝对不会是交给极乐观 未表诚意 没有感情的道具 我去 crap 先来 许三